今天教爱养花的花友们使用园艺标签 聊一个关于园艺标签的故事 原来上学的时候 我自己上学的时候 管理一万多棚花 一万多棚花 你说各种品种很多 怎么办呢 就要用到标签 那个时候 刚刚接触园艺标签的时候 不是很懂 用的呢 就是所谓的 什么白板笔 然后呢 所谓的无痕笔 不掉颜色笔啊 等等 用了很多笔啊 就是在园艺标签上 写好花卉的品种 栽培的日期 插到花盆里面 以便区分 有一些它确实是说 怎么都不会掉色 但是呢 花养在户外 我们养了几年发现呢 过一年你在看的时候呢 很多所谓的 永不掉色的白板笔啊 全部都掉色了 就是你掉了颜色 基本上很难辨认 它写的是什么了 一会儿我们又重写一遍 然后自从那一次之后呢 我们就知道了啊 在园艺标签上写字 用什么笔写呢 一定要用铅笔写 这个铅笔啊 它是碳 你写到这个标签上去呢 它是不会掉色的 反正我们试了 一两年 两三年 颜色跟新的一样 都不会掉 你随时去认 随时有 所以呢 用园艺标签 建议大家呢 是要用铅笔网上写字的 写得清楚 也不会掉色 外面风吹雨淋都没事 这是我自己实践的啊 再一个呢 很多花有家里养的花呢 品种很多 尤其是啊 种球植物 种下去之后呢 不知道是什么 拿纸贴 浇水一下就打湿了 所以呢 买这种塑料的标签呢 是很合适的 把花呢 区分 归类 而且呢 不同颜色的标签 刚好是针对于不一样的植物 比如说多肉类的一个颜色啊 兰花类的一个颜色 种球类的一个颜色 这样的话呢 一目了然 很实用